就按下这个按钮门号 他就自动帮我把结果做出来 按清除 自动帮我把资料给清空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之前我在其他地方上课的同学 我问他说你为什么来上课 他就说他同事每个人都有按钮 只有他没有 所以他就是为了来学怎么做按钮 那其实如果怎么做按钮呢 当然方法很多 如果你是用录制聚齐的话 不用写任何程式 OK 但是如果要自己写也可以 那等一下这两种方法我们都会讲 我们先从简单的 就是不需要写那个VBA该怎么做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就是 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把刚刚的这个做完之后 然后呢做什么呢 可以把它删掉 可以把刚刚的公式 让他再执行一遍 所以如果我们要录制聚集的话 那我需要先把一个功能叫出来 请各位特别注意 先把开发人员标签叫出来 那开发人员标签在哪里 特别注意 我们现在上面是没有开发人员 你记得现在最上面有个小箭头 有一个叫其他命令 倒数第二个 然后呢找到制定功能 第二个制定功能区 再往上一个 那他的右手边会有开发人员 请你把这个开发人员 把它打勾按确定 这边就要位置 就是上方的箭头 其他命令 然后制定功能区 再到开发人员 这样子的话呢 按确定之后呢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你的这个上方的功能表区 就会多一个什么呢 开发人员这个标签 按下去 这样子的话呢 接下来你的VBA 还有入资聚集 才有办法做 所以第一个 一定要先把那个开发人员 这个叫出来 那你们现在已经 把开发人员打开了之后 那当然象征着 你们已经升级了 升级成开发人员了 因为没有必要 如果假设 你没事不会把开发人员打开 所以当然 办公室里面也可以观察一下 人家打开Exail 看一下他有没有开发人员 如果他有开发人员 那象征他应该 会懂得用VBA 那如果没有开发人员 那表示他应该还在原地 所以传统的 跟那个未来的差异在这里 也是一个指标 所以可以 至少要懂得 怎么样把开发人员先叫出来 你就先具备有这个身份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你开发人员里面 要怎么录制聚集 这边不是有个录制聚集 对不对 OK 关键在这里 所以我们是利用开发人员里面的录制聚集 那录制聚集呢 实际上就是把你刚刚做的动作 录下来变成程式 那变成程式之后呢 你可以再把它变成一个按钮 你就可以具备去执行它的动作 所以待会我们需要做两个按钮 就是也许是什么呢 一个是串接好了 假设的就是串接 那一个按钮是清除好了 串接就是把后面三个栏位的资料 帮你串起来 清除的话按下去 又帮你清空 那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样再干脆把这个 这个综合练习TEST这个拖拉 再复制一个好了 把它的名称取作叫做聚集好了 因为这个每一次练习最好把它区分开来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比较知道说 各位练习的情况还有成果 那这边的话聚集 Enter一下 好那我们就利用刚刚那个TEST的部分 来做练习 那请各位 复制好一个工作表之后 再来呢请各位先彩排 因为录制聚集 录制的话 你就不能NG 如果NG的话就变成要重来了 也就是你做任何的滑鼠键盘的任何动作 它都会帮你产生程式 所以你不能录制错误的东西给它 那怎么做 1也许你彩排 1我们刚刚是什么 把游标放在 那个14的这个储存格 然后做什么呢 然后其实不用输入这个公式 你就直接游标再放上面 打个勾 它会帮你录进去 把这个现在这个公式录到 那个程式里面 然后再做什么呢 再向下填满 这样子就完成 所以只有三个动作 1把游标放14 2放那个资料编辑列打勾 3向下填满 三个动作 那再来就是清除 清除的话 其实就是把游标一样 1放在14储存格 2的话呢 向下整个选取 那选取刚刚有同学来问了 其实就是Ctrl Shift向下 Ctrl向下是方向 Shift是选取 所以Ctrl向下是把 从14以下的所有储存格呢 帮你做选取 然后按Delete键 删除 好 那我们第二个按钮 就是清除了 好 没关系 那这两个动作 反正你们先彩排一下 做完练习之后的话 Ctrl Z把它复原一下 然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录制了 我刚刚只是彩排 告诉你流程 现在是真的要把它录下来 OK 反正都是三个动作啦 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1 先按下录制聚集 给一个名称 比如说名称叫串接好了 这个名称你可以自己取 比如说你将来按钮上面叫一个串接 好 然后按个确定 不过特别注意 按确定之后 你待会做的所有动作 它都会帮你录 录到程式里面 所以后面的动作就不能乱做了 那也不用紧张了 反正就三个动作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按确定之后 1 我把游标放在14储存格 2 再移到上方的资料编辑列 打个勾 好 3 在游标放在14的右下角这个空点 快速点两下 好 完成了 三个动作 应该很简单吧 不要做错就好了 好 记起来吗 三个动作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记得按停止录制了 因为你已经做完三个动作了 你不要再录了 不然你等一下全部做了 又要录很多程式进来 停止 好 停止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产生了第一个按钮了 第一个按钮 那怎么执行 我们等一下再看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做什么呢 游标再放在外面一下 第二个是清除 也是三个动作 一样哦 录制聚集 然后输入清除 这个是我们做第二个按钮 第二个按钮清除 再来一游标一样放在一四 清除就把下面整个选起来 Ctrl Shift向下 所以你记得先Ctrl Shift按住 再按向下 它会帮你把 这一个范围的全部的资料选起来 按Delete 好 结束了 也是三个步骤 一四Ctrl Shift向下 然后按Delete 好 录完之后呢 停止录制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产生了 两个 这个VBA的程式 实际上这边叫聚集 那放哪里呢 基本上你可以在 这旁边有一个叫聚集的按钮 你可以把这个聚集的按钮打开 理论上 如果你刚刚没做错的话 应该会看到两个东西 一个叫串接 一个叫清除 OK 那我因为我这边 我先把那个不相干的先关掉 这个先关掉 理论上聚集里面有没有 应该会看到两个东西 把这个先关掉 有没有聚集里面 串接跟清除 那你要怎么执行呢 很简单 旁边不是按钮 执行串接 执行 它会帮你把 刚刚那三个动作 重复再做一遍 有没有 出来了 清除 按下清除 执行 清除了 OK 有看到吗 那先完成 那先完成 录制三个步骤 所以请各位 第一步呢 先把那个录制聚集的 这个动作先做出来 会产生 两个聚集 一个是串接 一个是清除 试一下 所以开发人员标签做完之后 然后就是会有个串接跟清除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 这个聚集录制 但是 还是没有按钮 所以待会再教各位怎么把